大家好,這是王狗 如果呢,你面臨人生重要的選擇題 甚至是正在重大關卡的時刻 也來看看一下我的經歷 正如我這部影片標題所說的 我覺得我已經死過一次了 七年前,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 大家其實就可以在網路上看到我的影片 所以其實有的人是從我大學的時候 一路看我長大到現在了 不過後面的這幾年 我鮮少分享自己的生活 其實很大的一部分 都是因為那個我死掉了 或許有人會說我變了 我確實變了 不過身而為人改變是一定的 重點是變得怎麼樣 所以呢,這部片我就是要順著時間軸 真正的撥開我的內心給你們看 或許看完這部以後 你們會對我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也期許你們能從中更認識自己 以下我會用影片跟年份來銜接 好讓大家對得上這個時間軸 2017年的時候 我在網狗頻道發布了我的第一支影片 用歐布列泡澡 當時的我還住在父母家 沒有任何的經濟壓力 不知道社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總是在鏡頭前面 很天真的、真誠地告訴大家 我愛大家 我希望世界和平 為什麼大家之間要有慾望 要有紛爭 都不能好好的嗎? 我很常在後續敢言講 諸如此類的話 不知道以前有看過的觀眾有沒有印象 總之 我相信目前的你們 一定有人也有像我一樣 當初這樣的想法 那我很恭喜你 請繼續保持 可是同時也別忘了 要懂得分辨好人以及壞人 要保護好自己 時間來到2018年 大家可以看到 這一年我持續地做非常多的都市傳說 這一年也遭遇到一些 算是我生涯中最恐怖的事件 例如Siri 紅人 吹童瑤 牛眼淚 開天眼等等 以及這一年我遭遇了 人生的第一次職場霸凌 因為故事很長 我就簡短地說 當時我簽給一家媒體公司 他就是藉由各種機會 想要觸碰我的下體 跟我發生那種關係 包括我們去工作住宿的時候 借顧找我去泡湯等等 但當我不給他碰的時候 他就會說 反正就冷凍啊 反正你的未來你自己打算啊 連續對我這樣實施了 三個月的忍暴力 但因為當時我跟他簽五年的約 而且我才23歲 剛出社會 經驗不足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面對 只能自己吞下 不敢跟家長說 後來某一天 我家長才發現 為什麼我感覺最近都悶悶不樂的 疑問之下 我才坦承地告訴他們 他們去幫我跟他講 才處理了這樣子合約的事情 這件事過後 我長達一個月 進入了一種低落期 大家其實 隨那個年可以看到 突然有一個月沒發片 其實就是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不過休息了一個月回來之後 樂觀的我還是沒有改變 理性純真 依舊認為為什麼世界不能和平 為什麼人之間要有這麼多的欲望 依舊還是喜歡在後續感言 跟大家分享很多的人生觀 再來是2019年 這一年開始 醞釀了我一些人生中 改變的轉捩點 首先 這一年我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做 長大 所謂長大就是 當你犯錯了之後 不再有人有義務要教導 並原諒你 那年我因為拍片而進入了 新莊一間廢棄養養院探險 產權方發現的影片之後 便對我們進行提告 當時的我為了表達歉意 馬上把影片下架 並且三次的跑到他們辦公室 延續跟他們舉公道歉 接著賠錢 並且承諾願意做出任何相對應的補償 而原本他們看到我的誠意之後 願意原諒我們 不過其中有一位工作人員 反而回去偷偷的上網PO文 造謠了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實 像是把我們想的很邪惡這樣 並且要求他的喪失 不要原諒我們 堅持對我們提出告訴 不過畢竟還是我們自己錯在先嘛 所以就這樣子上了法庭 最後被判了緩刑 透過這件事之後 我學習到 我好像長大了 不能夠因為大家愛看什麼 我好奇什麼 所以就去拍什麼 反而有更多的責任 以及道義要往身上扛 需要更謹慎的去審視題材的正當性 而同一年呢 我也因為興趣與人合夥 創辦了一個遊戲工作室 同時這一年也去了 未來電視台 簽了2019這個節目 也在這一年買了 我人生中第一間房子 而這三件事也醞釀了我後來發生的一些事情 2020年 我仍舊很長的更新影片 但這一年的我 開始漸漸變得自卑 因為一整年下來 我常常會在電視台錄影化妝 但是我回了家之後 我並不知道要卸妝 所以導致我的痘痘就這樣長滿了臉部 之後我就開始對自己不自信 覺得自己的臉怎麼這麼的噁心 同時也因為三年前長跑陰暗處 導致我的身體變得有點不好 容易晚上失眠 甚至去到陰暗處會頭暈小兔 雖然有這些負面的狀況 可是此時的我 人提醒自己 不能辜負大家對我的希望 我仍要好好的把影片拍下來 所以我用遮瑕膏遮住了我 內心的這個自卑 想著持續的提供影片給大家 並且那一年也正式的搬離了家裡 脫離了父母的保護傘 同時也租了一個工作室 聘請了兩名員工 來幫我處理影片的事情 期望能夠帶更多的東西給大家 但當時的我太過的單純 我不知道我腦袋裡的創意 就是我最大的資產 在面對員工的時候 我無形間的捨棄了自己 我以為只要誠心的對待他們 鼓勵他們 以獎勵代替一切 他們就會真心的待我 而這兩位其中有一位 跟我相處沒什麼問題 但另外一位 三十幾歲 在社會打滾多年的男生 剛認識他 他還沒有進來我這邊工作的時候 不停的跟我抱怨 這個社會有多爛 老闆有多爛 他多麼討厭的每一個人 就是一個這樣厭世的性格 但是因為我一直以來 就有一個聖母心 我認為世界其實很好啊 所以我想要改變他 告訴他很多正向的觀念 告訴他很多道理 我認為我可以改變這個人 我認為我可以用愛包容他 所以當時他撿出來的所有東西 我都會說他很棒 他提供的任何想法 我都會採用 因為我怕他受傷 而我知道他缺錢 也不停的提供條件給他加薪 甚至也常常會在一些閒暇時間 舉辦紅包遊戲 比如比賽誰喝這杯水喝得快 就可以拿到紅包 就如此類各種找理由 給他獎金的小遊戲 但後來我回頭看才發現 正是因為他看我不會反抗 所以我給他什麼 他都不會滿足 反而變本加厲的要求更多 不夠 不夠 他還要更多 而且只要一沒有順他心 我一想要跟他溝通的時候 他就會擺臭臉 但因為我的個性 所以他這樣 我就會常常開始反省自己 我會心想 難道是我自己做得不好嗎 我是不是應該要再更好一點 就這樣常常陷入自我懷疑的漩渦之中 直到最後他從我這邊 預製了六個月的薪水之後 就這樣人間蒸發了 從此以後我才明白 其實他根本沒有尊重過我 我都沒有聽聽我自己的聲音 這一年我明白了 好像並不是所有的人 都必須接受你的善良 同時也不是所有的人 都要用善良來對你 接下來來到了2021年 我的發片頻率開始降低 不過人生中本來有幸運 也就會有不幸 我迎來了下一位員工 小咪 我跟他相處起來 就是十分舒服的關係 直到現在我們都還是好朋友 雖然最近很少見面 但還是很感謝他的出現 不過這一年 也隨著我每一次的拍片 都必須得用遮瑕膏 所以就導致我的皮膚狀況 愈發嚴重 所以我開始變得不愛面對鏡頭 對於曝光在螢光幕前面這個行為 感到恐懼厭倦 所以同年呢 我開始漸漸的轉而追求一些 我不需要肉面 同時我也有興趣的事物 比方說音樂 當年我就去了基督書院的爵士音樂系 學習編曲 過程很快樂 但隨之而來的代價 就是我的發片頻率漸漸的變少了 2022年 這一年迎來我們遊戲工作室的第三款遊戲 貓式的上架 其中這遊戲的音樂呢 就是依靠我所學而去製作出來 但接下來的內容要講到 其實我是對大家蠻抱歉的 因為這三年來 在遊戲工作室的打拼 導致我對這個工作室已經有感情了 不過雖然我們是七個人的團隊 但真正的老闆是我跟另外一名流姓股東 因為我沒有辦法每天去工作室工作 不過他可以 所以基本上 工作室的全權決策都交由他處理 所以就在這樣的資訊落差下 我就格外的信任他 他每一次有什麼需要幫忙 我都義不容辭的答應 譬如發行NFT 找其他網紅的朋友來幫忙宣傳 拿公司的錢去投資虛擬貨幣產品等等 即使這些行為 我總覺得哪裡怪怪 甚至三番兩次的跟他溝通 我覺得不妥 但最後人會被 他是為了工作是好 這個理由而說服 所以當時其實我違背著我的良心 去做了很多非我本意的事情 我也傻傻的以為這真的是為了工作是好 所以在此我也要深深的跟大家抱歉 當時的我真的覺得自己被捆綁著 可是又跳脫不出來 可見我還不夠成熟 還沒有辦法適當的去做一個斷捨離 或者是強硬的決策 而也是到了年底 才發現這個流姓股東 一直有在盜領公司的錢 公司的其他員工也對他的管理 以及私人的個性有諸多的不滿 所以大家最後就一哄而散 而這一年同時發生了另外一件事 是我約有三兩的黃金放在家裡的抽屜 有一天有一個我認識不到一個月 朋友的朋友來我家裡住 但我很一代人嘛 就接見他了 結果他來住之後 隔天我的黃金就不見了 事後我問他 他也不承認 到現在他也就人間蒸發 所以我也是從這一年開始 懂得要辨別人性 聰明一點 不要再抱著 大家都很善良 為什麼世界不能和平一點的這一種想法 因為很容易讓自己吃虧 接著到了2023年 因為經過前幾年的種種 所以我在螢光幕前 沉積了好一大陣子 一整年 我僅僅發布了7支影片 雖然看似沉默 可是其實這一年對我來說 才是快速成長的一年 因為脫離了之前的一些狀況 我終於可以好好的沉澱下來 去體會自己還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需要去磨練 所以這一年呢 我下定決心 我要好好的生活 重整好自己 養好我的皮膚 再帶回熱情與熱觀 做回可以讓我生命燃燒 與快樂的事情 而這一年也剛好 疫情趨緩 房市飆高 所以我也就在這一年 把我第一間在綜合買 那間房子賣掉了 扣完稅 剛好前後賺了300萬 所以我想說 就算我這一年不工作 我還是可以好好的把這300萬拿去投資 至少可以支付我平常的開支 因此整年呢 我專注在投資以及體驗生活 之間不停的徘徊 印象很深刻 也是這一年 我在家裡面看著我自己的手 想說 哇靠 我真的是成年男子 總之就算是一個我的成長期 我也還在摸索自己未來到底是什麼 不過也經歷了不少讓我成長的養分 接著來到2024年 也就是今年 開了過去的那些束縛 還有經過一年的沉澱與體驗之後 我開始變得開朗 因為前前長期探險導致的身體不適 也漸漸的消失了 我不再像那樣愁眉苦臉 皮膚也漸漸好了起來 所以就會看到有的人說 我變胖了 我的氣色變好了 那確實就是因為我擺脫了過去的那些事情 還有一個原因是我這一年 我已經上了烘焙 我年初跑去學做甜點 尤其是巧克力 進修了很多相關的知識 那現在呢 我也在學習中式料理 年底要去學西式料理 雖然至今的我 一定還有現在沒有發現 看不到的盲點 但憑心而論 我的狀態是比前幾年還要來的開心的 回頭看那些曾經的痛苦 其實也是巨大的養分 以上呢就是我的真心分享 謝謝一直以來 還在支持我的你們 我消失了這麼久 都沒有解釋給你們聽 換是我自己的話 我應該早就放棄我自己了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喝得喝能 還能夠再受到一些人的支持 最後只希望我這輩不足道的分享 能夠給你們帶來一點什麼 還有大家如果對於我 還有任何好奇想問的 歡迎留言或者是私訊我 我再拍一集 再跟大家分享囉 那最後就謝謝大家 我是王狗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